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Sex but True Sex but True,奇奇莱莱姓趣物 我是安逸 我是Coco 上次我们讲了这个 骗错虾条,一世困扰 可能大家听众都记得 我和Coco发现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所以我们就开多集讲一下这个题目 其实上次听完 如果重温一点,有一个Oskar Maa 骗错虾条 接着有一个网文写了一篇文 有点是为Oskar Maa平反的 其实大家理情我远 大家不够就分开 那有谁骗谁呢 上一集我们也有分析过 所以有兴趣大家可以听回那集 今集又讲一下 其实我记得上一集 你也有讲过阿虾条的定义 今集想深一点 我们去看看阿虾条的定义是什么 我发觉不是很容易下这个定义 阿虾条的定义是很现代的 近十年都有这个字 其实以前有没有这个字 应该没有吧 我猜一下 以前我也不知道 不太了解 是 至少我们近年在网上 多见到这个字 可能以前也有 也不出奇 但可能以前比较多是说 舍底了 就是会说这些比较 传统一点的字眼 或者说女孩舍底了 但是现在就比较少 将性这样看 好像舍底了 通常都不会再这样看 大家理情我远 大家愿意 但是阿虾条 其实这个字 其实也是说 舍底了的意思 只不过 重点就不是舍底了 而是 男人 骗了对方 将重点 把重点 放在骗这方面 但虽然这个情况 也是很相似 其实上次你有说过 阿虾条 就是上完床 之后分手 但其实我想深一层 如果一对情侣 拍拖一段时间 上了床 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那他们是否立即 当是阿虾条呢 又好像不是 完全是 有机会是 他们纯粹想分手 但是他们上了床 所以就 怎样定义 但是你说 他完全不是呢 又是否完全不是呢 会不会他真的阿虾条呢 那这个真是很难搞的 我发觉这个问题 我还在想你刚才说以前的问题 我也想了几件事 那我先说一下以前 我想如果以前那个年代 他们没有那么 性可以看随便 通常是结婚 拍拖就是会结婚 结婚之后才会有性行为 但是呢 现在就 那个风气就变得非常随便 可能就 比较多 年轻人 就可能会 拍拖的时候 就会有性行为 或者甚至不是拍拖 甚至连拍拖都不是 可能是 SP 或者不知道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原因的关系 就是你说 但是呢 又会狠的 就是大家 你情我缘 又不犯法 人家又不知道 你会隐藏的嘛 那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 骗花肇 就 应该就会 越近现在 说到199 就是越近现在 就越多 以前就 少些可以骗花肇 就是 这个文化 不会容许你这样做 也不会那么容易 给你的 那还有呢 其实这个给你 这句话 可能也会被人罵 你说什么 因为有些人呢 就会觉得 为什么是虚了呢 就是为什么是女的 虚了给个男的呢 是的 为什么男的 就一定是赚了呢 其实男的 是的 会觉得不公平 就是在性别上 不公平 就是会觉得男女 都虚了 或者男女都赚了 隨便吧 总之就是平等 但是呢 这个概念也挺搞笑的 我叉开一点点说 就是 我就想起 有一些裸疗 那些男生 为什么那么容易中裸疗呢 就是他有一种观念 就是觉得男生 是不会虚了的 是的 其实我没有什么虚了 我只是传我的裸照给你 但是呢 后来又会被人罵 那你又说不介意 那就不是不介意了 真的很搞笑 有点矛盾的 这个位置 你说虚了 其实男生会不会虚了呢 都会的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计算 这条数 有没有哪个虚多一点 嗯 是的 后来你又说起 握花条 怎么算是握 就是突然间 这个问题就变成欺骗那里了 就是好像跟性这件事情 就脱离一点点了 就是重点是欺骗而已 你骗了我 是的 不是因为我们有性行为 还是没有性行为 问题是你欺骗了我 这个不是一个等价交换 就是我期望着一些回报 或者我期望着 关系是怎样发展 但是没有这样发展 或者你没有给回相应等价 我认为等价的东西 就觉得是被你欺骗了 那我们呢 之前那一集呢 都有网友 有些回应 他就说 哎 怎么就是说 男人欺骗女人 夸条 或者男人付出 男人都很惨的 男人都会被女人欺骗的 欺钱 欺饮 欺食 真的 很搞笑 是的 我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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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网友所说的 他就说 其实男人都会被女人欺骗 譬如欺钱 或者一个明星上被人欺骗 我觉得这个位置 我想我今天都可以讨论一下 其实刚才你都说得好 如果男人觉得自己的裸体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话 其实为什么会被人勒索呢 他也会觉得没有面子 或者被人欺骗 他未必会被人欺骗 但他可能会觉得没有面子 可能他也会觉得欺骗 可能他也会觉得欺骗 如果是这样 如果不会欺骗 他就裸体出街 对不对 当然他可能怕被人抓 但我也觉得是会 有一些损失 然后他要用钱来交换 这样才会被人威胁 他也要重视他的身体 至少 不只是女孩子重视 我也很同意你这个说法 刚才说过 我想上一集大家有听 都知道 其实我上一集也有说 现在对性的看法 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性只要自愿就可以了 甚至乎你又不是意外怀孕 以及有性病的话 其实大家相当无事 但事实又不是这样 会不会就是 我们现在对性的看法出了问题呢 我发现问题出现在在哪里呢 就是自愿这个字 我发觉自愿这个字 其实很复杂的 我发觉 比我们想象触是很复杂 如果我们讨论一些性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说自愿就可以了 其实这种说法就是 涂空了一些道德的讨论 或者涂空了价值的讨论 只要大家愿意 其实女性是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其实自愿就足够了 用这个语言去取代了 其他道德上的语言 但就算是这样也好 现在是这样看 就算是这样也好 自愿这个字 其实是很难解释的 我们是否真的明白这个字 为什么呢 我们以下来 还有一些哲学上的讨论 什么是自愿呢 因为自愿是因为很难解释 所以才有啊哈跳的情况发生 所以这个讨论也是重要的 虽然是有点心恶 真的很深恶 你觉得自愿是怎么办 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自愿就是自愿 我想过要去想自愿 是什么意思 你都不用解释 自愿是人都懂的 就是不强迫就是自愿 自愿就是我想 我愿意去做的一件事 就是自愿 你愿意去做的一件事 是啊 是啊 那我问一下你了 如果我去深水埗 拿了一部三十年前的Lokia手机 然后就跟一个阿婆说 我阿婆不懂事的 刚刚在大陆下来 我跟她说 她是乡村长 但还没有叫过手机 我跟她说 这部Lokia手机很棒 你可以和你的孙子沟通聊天 其实很便宜 三万元 三万元 是的 因为她不懂 我跟她说 这部Lokia手机是三万元 然后阿婆看到之后 她就觉得 哇!很厉害 未见过这些高科技的产品 于是她就把她的棺材本 的大部分 拿出来 买了我这部手机 那这个是不是自愿 噢 所以就有这些问题出现 是啊 因为会觉得阿婆她不够资料 这些叫什么 知情和意关不关事 是的 意关关系 她要知道全面发生什么事 她才可以作出一个真正的自愿 或者真是作出一个明智 是 如果这样听 总是会觉得你骗了她 就是阿婆不懂事 就是你敲阿婆不懂事 那你就被骗了 其实骗这个字就是忍不住自愿的意思 因为譬如我骗你钱 如果我是抢 我们就会用抢这个字 骗的意思就是你愿意 你愿意 不过你做了一个很笨的 是的 别人拿比较多好处的一个 哇!要定义 骗真的很搞笑 是的 所以骗其实已经是自愿 所以有些人觉得自愿也不够 甚至乎他修改自愿的定义 像你所说的 就是要有知情同意 提醒的认识 这种原意是要知道很多东西的 其实就不是那么单纯是自愿 其实就复杂了一点 所以如果 譬如刚才所说 我特意不提供一些资讯 就是骗他 不道德 其实骗这个字 已经是道德的词语 但是你想一想 有时我们去买东西 那些卖市都未必会说完 这个产品的所有缺点 这么坦白地告诉我们 其实他也是暗暗地 又觉得很漂亮 戴在你身上 但是我们也 可能在社会上 也觉得这个又不算是很差 但是其实 但又经常都会发生 那么 好了 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穷人 他为了养家 他卖血 或者卖神 或者卖淫 或者他帮一些有钱人 去带人 即是代孕 数十万 给一个印度的 很穷困村庄的妇女 但是他就可以 成几年可以 吃得很好 他的子女 生活得很好 其实 我们也说 其实他也是自愿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自愿呢 但是我们可能会说 这些是遗世所逼 所以又加多了一个条件 又可能是要合理的环境 他的环境 不逼他 如果不是 我们会叫这些 剥削 剥削了一些窮人 剥削这个字 其实都是一些 我对弱势群体的重视 一些价值 都是一些道德价值 或者身体的重视 卖神 我们觉得 很惨 但是他也是自愿交易的 他也很开心 刚才那个阿婆也很开心 拿着手机 用三万个买 所以 自愿是否足够呢 那就加了一个知情 以及 一些合理的环境 但是 还有这样的例子 就算我是知情 就算环境是可以的 也有些问题 发生 这个就是 我以前在大学讨论理学 讨过师 然后有个老师 他已经很老了 已经退休了 他就研究安乐四 他是伦理学专家 他研究安乐四 他就说 以前不能上网找资料 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成为了他的伦文 但是他要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要搭飞机去美国 一些大学的图书馆找些资料 我心想 一个人对知识的坚持 可以去到这么尽 他就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西方很多重视人权的国家 为什么这些国家都没有安乐死 他们很重视人权 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安乐死 他后来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跟自愿有关 他就这么说 我觉得很有啟发性 他就说 一个伯伯 你可以幻想一下 一个伯伯 他是很有学识的 他是有信息 他知道什么叫安乐死 他在医院重病 他在医院 他年老了 他又没有到末期 总之长期在医院 通常那些家人就会来探 他 他的儿子每一天都来拿劏 去探病 通常一开始都可以的 但是慢慢就发现 每个儿子每一天都来探病 他的时候 就这样拿一碗汤 等了就算了 一声都没有说 就走了 第二天就是这样 第三天就是这样 到有一天 这个儿子就拿一碗汤 给他的时候 就拿了一张方法 和接筆给他 但是没有说任何东西 OK 就放在那裡 以后就走了 那这张方法 就是安乐死的同意书 你可以幻想到 阿伯是 識字的 他知道是什么事 又未去到遗世所迫 很辛苦的那些 他可以不签 但是呢 他最后都签了 为什么呢 你猜一下 不知道 他觉得人生也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 儿子有这样对他 知不知 好像也没有分别 其实我和我活着同死 好像没有分别 是啊 其实 我本身以为 你讲这个故事 是说儿子谋住他的身家 嗯 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不知道 儿子在想 有机会 有机会 其实都照顾了你很久了 而这个 现在这个国家有安乐死 你自己懂得做 是啊 他没有逼他 很恐怖 我们会觉得很恐怖 那种 人際关系的互动 其实那个伯伯 可能他都觉得 令到自己的子女辛苦 他自己可能也这么觉得 但是儿子的身体 那些人際关系很微妙的互动 令到他更加肯定这种看法 于是他觉得 不要害了儿子 然后儿子又会暗暗地逼他 他是不是真的逼他 不是真的逼他 但是他做的事 明显是在传讯给这个爸爸 所以 就算是自愿也好 很多文明的社会 都觉得接受不了这个情况 也觉得容易被人蓝拥 就算是重视人权的国家 他都觉得 不应该这样的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不是这样的 他都会觉得这个办法是很惨的 所以其实 如果我们回到自愿 所以自愿这个字是很复杂的 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 所以自愿性行为 就多了很多问题 例如我举个例子 我今天自愿 明天不自愿 我回想起 最坏 都是 就是 早知跟他不发生 就是 可以不可以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 我要帮男孩说话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me too 近四五年的争议所在 me too 运动 就是性侵犯的 运动 其实性侵犯大家都反对 但是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呢 其实就是在于 在于什么呢 就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譬如一男一女去完酒吧 喝醉了 很high 黑暗之间 不如上你家 好吧 同意上访 没有同意性行为 但是同意上访 但是大家明白的 在那个气氛下 那就发生了性行为 你当是上访的时候 大家都 就是已经 就是你帮我剥衣服 我就帮你剥衣服 我就做了 OK 然后发生了 好了 去到第二天 那女孩醒了 没有醉意 醒了 没有那么high 意识清醒了 有些干线充足了 然后她很头痛 又发现 旁边的男人在打臂寒 又很臭 然后开始慢慢觉得 有些后悔自己昨晚喝得太醉 和这一堆东西上床 那就算了 不过都发生了 接着就跟那男孩说 哎 你帮我叫我早餐 熱衣服 那男孩又不理他 接着就慢慢就吵架了 激动 口角 最后就不欢而散 接着女孩回到家 越冷越怒 又觉得昨晚和这个男人上床很呆 甚至乎有时莫名其妙会哭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接着她就见心理医生 接着心理医生就跟她说 法律上 告不到她强奸 但是网上可以唱衰她 说她性侵犯力 因为那时候你有罪意 没有说yes 问题就是 这个女孩是否自愿 又到了自愿的问题 她当晚的性行为是否自愿 如果在强奸的法例里面 其实是要调低才是不自愿 举个例子就是 假设她迷奸也是强奸 就算她没有调低也好 迷奸也算 因为她没有意识 或者我挟持了你家人 这些都是合理地被迫的 但就算不是这两个情况也好 就要证明她有外伤 譬如她的手腕有乳伤 譬如她的性器官有一些乳伤 是代表她是不愿意的 如果不能证实 有机会是愿意的话 就不会告男人 因为那个举证责任是要在控方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现在越来越多 刚才我说过的情况 很多女孩都受伤害 她觉得上完床后很不开心 甚至真的有些痊愿 于是有些女性运动的女权人士 她就提倡一件事 就是yes means yes 不知道Coco有没有听过 要说了同意才是同意 是的 因为你刚才说的说法 就是说她要说no才是no 由yes去到很模糊 去到不好 都当是yes 就是模糊一点的说法 都当是yes 现在就应该要推回来 要说yes才是yes 否则都应该当是no 没错 其实这种做法 就是将自愿这个字 修改了定义 就不再是消极的意义 以前很重视她不愿意的 但现在不行 不可以因为她不愿意 而是要她有愿意才可以 就变成了积极意义 所以自愿就不是没有反抗 而是清醒情况说可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举证责任就在于那个男人 就在于被控的反应 就是如果那个男人在整个过程里面 她是不是真的说过yes 但其实有很多时候 他们夜情的人 是很少会这样说的 所以很多男人就觉得很生气 有没有搞错 明明你那时候是同意的 大家都明白 为什么你现在告我回答 但法例是告不了 因为大部分国家的法例 都未修改强奸定义 但是有很多地方 比如美国的校园 都会用yes mean yes 还有某些北欧国家已经改了 所以就算没有也好 就上网唱衰你 我用个舆论来懲罰你 所以令到很多男性都觉得匪夷所思 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 还有所有人都会相信女人 然后我是被人格谋杀了 而整件事基本上是 在文化里面 是性开放的文化 觉得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你突然说有问题呢 就是因为你不开心了之后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令到性的门栏 是提高了 由低门栏 到高门栏 yes mean yes 就是要说yes I do 有一次我 I do 的真正意义 I do 其中一包 没错 老实说 好像结婚 你要说我愿意 我愿意 这个字通常是婚姻 才会说 是的 因为如果你说一夜情 其实他有时候很着重的气氛 又很浪漫 那些东西不会说到这么快 我不知道 我印象中是这样 可能要模糊糊糊 然后大家又有感觉 你一步一步 这件事就是自然的发生 其实casal sex的定义就是这样 随便的性格就是 不要想那么多 大家有感觉就做 自愿就可以了 没有反抗就自愿 总之有感觉就做 但现在你说same yes 的意思就是 你要想清楚些先 发生性的怀疑之前 那这个不是传统那种性观念 你要想清楚 你有没有后果 我真的不想想 没错 就是不想想 就是想轻轻鬆鬆 握个手 大家 take it easy 豪爽 豪爽 爽爽快快 那些叫做瀟灑 是的 所以现在很搞笑 就有点回头 證明了 其实真的要想清楚 所以有些国家提出 你一夜站也好 但你也要有个app 是签个contract的 即是 一夜站之前 要签个名 say yes 接着就算 别人反悔也好 喂 不是啊 我白痴黑痴的 你不能说 你不愿意 现在很搞笑 有这些 约炮app 即是约炮 contract app 即是你口头也有得反 即是你口头也有得反 即是你有得说 我没有说yes 啊 所以 即是你口头上也没有人知道 其實 那就是contract 所以现在有些很夸张 有更搞笑 其实都是源于那个关系 其实是不信任 或者是没有那么信任 所以你才要这样做 即是其实那个人就不可信 或者你们的关系 其实就不是一个 一个很有承諾 和可信的状态 那才又要和一个这样的人 幸福 但是你又要有顾忌 就是这样 是啊 是啊 就是 没错 那 但我有时候都会觉得 contract 都可以偽造的 所以 哈哈哈 越来越複雅 那想想一下 其实应该要有些见证 就要见证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你真是四个 他真的有四个 那 其实就是 搞到 其实这件事都很 值得我们反思 就是 什么叫做阿哈阿條呢 阿哈阿條就是 上完床之后 你对我没有那么好 或者分手 那 但是 阿哈是很主观的 它没有八字黑字 那 除非你说 我说明 我上完床之后 我不会跟你分手 那我写一张contract 这就是八字黑字 但是这种就是监管性行为的方法 而 监管性行为的做法 就是婚姻 如果你要去 整理性行为 我们上完床之后 我们答应了 上完床 就不会分手 就算分手也好 也有八字黑字 就是 大家都知道你骗我 所以 为什么 Oscar Ma 那个受害者 要给了 聊天的记录 就是因为 他想证明 我是被人欺骗了 他的 订阅记录 其实就是要 如果不是 没有人知道 你被人欺骗的 即是鸡和鸭说的 否则 这个女人 就是无处控訴 所以这个白字黑字 其实都是这样 但是问题就是 那些人就不喜欢结婚 或者觉得 规管自己 上床不能分手 所以他就觉得 减少一点 好一点 所以你现在看到 就是两样都想要 一方面 我又想要少少保障 另一方面 我又不想 规管自己 所以就 婚姻性行为 觉得自由一点 嗯 你刚才说 结婚 是规管性行为 就是有些听众 可能不太明白这个点 因为性行为 和结婚 好像都不是 那麽密切的 关系 不过我 我刚才说的时候 我就想起 就是结婚 如果你有外遇 就是你有婚外情 其实这个是个合理的 就是要求離婚的理由 所以 那好像都承认了 或者也有这个 前妾 这个叫什麽 有这个想法 就是觉得结婚 其实就是说 这两个人 就是很多事情 一起生活 那其中一样 就是在性方面 就是专一的了 就是跟她的了 那 但是 我又在想 就是因为 婚外的性行为 就是你说的 其他 很多情况 都不是真的有规管的 又不是真的有什麽 很显著的后果 就是他们没有结婚的 或者跟一个 没有关系的人 有性行为 其实他们没有其他外力 就是 反对他们 是 没有外力 反对 那 他 没有外力的后果 但是 他就是内在的后果 通常 他自己觉得 被骗 或者 之以此类 所以 这个就 在发映 奥斯卡妈的篇文 其实有一句 就是 我看一下 他说 一夜情的时候 你情我缘 但是 原事之后 那女孩突然想不通 告人强奸的 应该大家都看过 他说了这句 他其实就是想 就是 刚才我说的 就是 现在西方 其实多了这些 这样的情况 所以 突然想不通 其实就是 对 性行为之后 有些焦虑 或者他难受 或者 甚至乎 尋算 或者 而觉得 对方又拒绝了自己 就想报复他 很生气他 都会有这些情况 发生 这样 所以 其实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其实 男孩也可以是受害者 在法例上 会被批评 被人社会上批评 以及有机会被人告 所以 而那条线是 划得很模糊 无端端被人告都不知道 就是我们觉得 法治的社会 通常就是 我知道做些什么 会被人告 我不做些什么 不会被人告 但是 如果 我也不知道 原来我做了这些 会被人告的话 其实是 整个法治社会 是会 有些质疑 有些动摇 所以 有很多男人 就觉得 很不妥 还有西方 也有一个看法 就是 相信女孩 的看法 如果 男女之间 在性上 有些争论 各执一致 男人就说 没有做过 女人就说 你有做过 通常都信女 所以 再加上这个文化 就会 再进一步 令到那些男孩 觉得很痛苦 就是 有于无路数 所以 所以 这个也是 握蝦條 其实也是很複雜的 就是牵涉到 自愿的意思 其实 自愿 我们要用 negative 去看 就是 没有反抗 没有明显反抗 还是 positive 去看 真是 我愿意 跟你有性行为 我这样说 我又觉得 就是 我愿意 你有性行为 但是 就算他这样说 之后 他第二天都可以后悔 是啊 没错 所以 你刚才说 志愿 其中一件 就是知情同意 就是 他要知道 整个画面 知不完 100% 都八成九成 他要知道 自己的身体 什麽情况 他的情感 他期待什麽 性行为 这件事 是 为他 带来什麽 其实我觉得是 不知道 就是 再麻烦一点 就是 不是不知道 那麽简单 直接搞错了 就是 那些男人 就是刚才说 做了受害者 那刚才我有一刻 彈出来 就觉得 哇 男人是不是要保障一下自己 就是签合同 但其实我觉得 就算签合同 其实女人那一刻 都不是很清醒 其实更加不开心 更加被你骗了 全面地欺骗 直接被你骗 簽了 簽了那份 不能控告 就是打官司的时候 输蝕 那件事 完全错了 就是 那种错误的观念 就是那种觉得 性也是 很高兴一下 这一刻你OK 我OK 那就可以了 那之后 没有手尾跟 这个就是搞错了 就是如果有这个现象去看 其实我们应该要推翻 或者我们应该挑战一下 就是挑战一下 就是质疑一下 这个想法 是不是有些问题 我们是否不是完全知情同意 就是我们对于性行为 这件事 就不是真的 就是有些偏差的想法 是的 就是 是不是这么灑脱 可以说断就断呢 那样 是啊 或者对方其实 是不是期望着些什么呢 或者你自己又 想要些什么 就是未必知道的 就是那一刻 就是你很软软的 或者说感觉 或者说浪漫 那一刻 但是你清醒之后 又后悔 就是计算那条 都不太行 是的 没错 其实我自己在想 啊哈跳 可以用 如何去理解这件事 因为它实在太牵涉到 人际那种很微妙的互动 所以就不能很单纯 就说上床 就分手 这么简单 因为你结了婚 上床 我们比较少 人们会这样看 譬如拍拖三年三个月 上床 分手 算不算啊哈跳 又好像三年 都好像有些认真 但是如果拍拖一天 上床 分手 我们就觉得 啊哈跳的成数 高很多 机会率高些 因为一天 所以呢 但是我们也不肯定 都是估计的 就是我们会觉得 越短时间 就越容易被骗 我自己就觉得 有一个比喻 你可以给一些意见 就是可以 帮我们理解 什么叫哈跳 就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有一个少女在街上 在吃哈跳 ok 然后有个男人 就去排队 就买个韩星的演唱会票 要排很久 而且也不容易买的 就算有钱 排队也未必买得到 有个男人 终于都刚刚买完了 这个韩星的韩星票 于是他在街上逛 逛逛的时候 逛逛的时候 就见到有个女孩 眼睛睛地看着那些票 接着有个男孩就走过去了 接着有个女孩就很开心 哇 你走过来 接着有个男孩就问他 咦 你又喜欢这些票 你又想看的 接着有个男孩就跟他说 啊 可不可以让我吃一条虾条 接着有个女孩就说 啊 好啊 就让他吃了 接着有个男孩吃完之后 嗯 好吃 接着他就走了 接着有个女孩就很不开心 接着有个女孩就很不开心 在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大家没有承诺过 你让我吃虾条 我就会给你一张票 不是 他不是说了吗 他没有 他说你是不是都喜欢这张票 但是他有点暗示了 是的 没错 其实就是暗示 这个就比较 但是他没有真的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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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就是曖昧色 但是我记得上一集 你有提过 就是我们录完音之后 上一集你就有说 不如我们说一下 不要说曖昧那些 说SP那些 就是摆明的 或者妓女那些 就是说到明 不是曖昧了 是不是 说到明我们是交易关系 你情我愿 真的 但是 我们会怎样理解这些情况 我就想了一个星期 我就想到 其实 也有很多女生 当然 男女也会有 先报一报 哈哈哈 头盔十层楼高 哈哈哈 真的 我是真的见过 男生后悔的 女生主动和她有性行为 我在这里先报一报底 OK 不过呢 现实上的确是 女生被骗的人 是多一些的 在城上 我只说城上 OK 那我就想 那他们是怎样呢 但是呢 其实有很多情况 是 那些 譬如我用SP做例子 就是沉船 而沉船的经历 其实他们会觉得 有一种被压的感觉 很有趣的 我想这件事是更复杂的 究竟SP的经验是怎样呢 他们那些女生 说得明 已经不是 即是只是上床 但是她沉船 而沉船的经历 是她有期望 但是 说得明是没有期望 但是她也有期望 而所以她便会觉得被骗 我期望你会给张票 我这次 但是说得明 是我送虾条给你吃 但是你不给张票 我的时候 我也会失落 这个内心世界 我觉得 是很想去理解的 为什么她也会这样 然后我和我老婆 谈过这件事 究竟那些女生是怎样想的呢 她提出了一个点 很有启发性 她就说 其实这些也算是压下条 其实严格来说 这些不是普遍所定义的压下条 但是你想想一想 其实她也有被骗的感觉 但问题就是没有人骗她 但是为什么她也有被骗的感觉 这个是最复杂的 其实 会不会就是 其实她是被自己骗了 然后她就 因为她又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但是她就把这种感觉 就是 把责任给了对方 她不想承认是被自己骗了 她被自己骗了 就是她觉得身心是可以分开 性和爱是可以分开 她觉得是这样 然后她就做了这件事 于是她竟然她也很伤心 她也觉得男生以为 会给自己些什么 但是最后也没有 于是他很不开心 于是他有时也会觉得 那就是好像被人压阻的感觉 其实好像有些人 比如 老公有小三 然后老婆就不肯承认 因为她老公每天都有回家 每一晚 于是乎就跟她自己说 其实也知道她有外遇 不过这个男人也爱我 所以她才会每一晚都回来睡 她才不会跟她一起 但是最后可能会贪牌 男生就带着小三上门 然后跟你说 我现在就决定跟小三远走高飞 跟你离婚 然后那个女人可能会骂她 你骗我的感情 但是男人可能会告诉她 其实你一向都知道 其实你一向都知道 但是女人也会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所以这种就是自己骗自己 其实就是自我欺骗 但是本能上 又不是很想承担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对女性来说 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有几件事是比较容易发生在女性身上 就是比较容易冲动做一件事 然后后悔 然后就把责任给了对方 这是比较常见的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在消费上面 就是购买的时候 很冲动地卖了东西 通常人买了衣服 回到家照镜 然后就觉得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 哎,真是稳笨 责任又说我赚到挺好看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看的 哎,最坏都是责任 可能是说责任的 但其实也不关于责任的事 是你自愿买 所以我觉得 甚至乎她会退货 很少会说自己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比较常见女性普遍的心态 以至到她在性行为里面 都会容易 因为冲动 后悔 然后就把责任 明明是大家都同意的 但是就怪责了男性那方 所以我自己觉得 在今天这个社会 对男性来说 都要保护自己 就是不要那么容易 跟女性发生一些太随随的性关系 因为性其实就是不随随 然后你明白女性的特质之后 其实你就明白 其实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发生完之后 我记得上一集就说过 很多女性都用自己的想法 想男性 以为性可以打动对方 但其实男性都在犯着这个模型 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女性 以为女性都可以性爱分得很开 但后来不会 很清醒自己做 是的 大家都以为 是这样就这样 是的 是的 以为自己的想法就是对方的想法 嗯 不过你这样说 我就觉得 可能因为性这件事 本身都是一种身体语言 就是你说 为什么他 就是说明是ASP 但是之后又会沉船 或者有一些感情 我就 就是我这样猜想 就是性行为本身 就好像有些意义 或者有些东西说出来 就是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女性就觉得 哇 这个男性是否很爱我 他是不是很喜欢我 我对他来说是否很吸引 就是可能会有这些想法 而其实男性 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好像出了这些信息 或者令那个女性 接收了这样的信息 但是他又不太知道 那就 就成这样 所以我有一次 有一个千禧后的女性 就是她在读大学的 我跟她谈开一些 其实她是一些 如何说 在性教育的场景下 跟她谈这些问题 她自己就说 就是她怎么看性呢 她说了一句话 都很反映了现在的想法 你也可以给一些意见 她就说 她都觉得 是不好的 所以都是很正常 但是她就说 如果一个月之内 那男朋友 拍了一个月 那男朋友 就跟你很想有性 她说 通常都是骗下调的 所以 如果那个男孩 跟你拍了拖之后 太快要求性 其实就 很可能就不是真心爱你 但是如果等到两个月左右 都对你好 真正爱你的机会 就大很多了 所以她就应该 所以她就说 可以有性的 在拍拖里面 但是最重要是不要被人欺骗 那为什么不可以被人欺骗呢 就是一个月以上 她说了这句话 至少我都会觉得 她没有去到最坏的那种 她起码都要等的 而且她也觉得 会被人欺骗的 有机会被人欺骗 在性上 但是 你觉得 她这个方法 可不可以保障到 不被人欺骗呢 她有她的道理 其实 如果一个男孩 花这么多时间 两个月 只为了性 应该是外力才会 两个月都没有性要求 所以两个月之后就可以了 要求真的很低 对男人 極低 男人可能两个月之后都可以 男人引到两个月 就叫做很厉害 救命 我想了一段时间 她这个说法 我就觉得这样 我就同情地理解 我就让她 我当是这样 即是被毒 但是都被不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我就算被毒 其实都是部分被毒 她就是被毒 有心骗你的 主动骗虾条 没错 她可能真的 两个月等不到 她真的有心骗你的 但是 有些你被毒 我就形容为 被毒骗虾条 我觉得 骗虾条有两种 一种是摆明 她主动骗你虾条 她摆明不喜欢你 但是就跟你拍拖 坏了上床 一个月之后分手 没错 你被毒 但是有很多男孩 都不是这种男孩 就是她被毒 骗虾条 怎么说呢 就是她其实都想跟你发展 但是之后 上了床之后 慢慢慢慢 就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了好感 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是很想跟你发展下去了 人不够知情同意 人不够知情同意 人不知自己发生什么事 甚至乎 甚至乎 其实很多这些男孩 她没有去到骗虾条 那种 但是她甚至乎 她很想跟你结婚 但是她上了床之后 就觉得 很多事情都性格不合 越来越多 然后又没有吸引力 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动力又小了 然后就 不如分手 其实她没有正式地压调 她也想跟她结婚 但是因为太快 我自己的解读就是这样 就是太快有性行为 所以令到 在一个男人眼中 她的吸引力突然间跌到力 但是同一时间 又有很多关系的困难 要面对 于是她解决困难的动力 小了很多 于是就分开了 那我就形容这些 就是被动 阿虾条 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有点像Coco 有一次跟我说 就是平庸之恶 这个就是 我自己觉得 其实她没有去到希特拉那种 无端端撞上无端端 纯粹没有想清楚的事情 是啊 没错 她是不是大奸大恶 摆到明欺骗你 她不是 但是她不知道为什么 慢慢慢慢 好像厌了 上了床之后厌了 然后就觉得没有那么吸引 不如找个第二个好过 其实很多都是这种 所以其实刚才那个女孩 就是她说 一两个月就试到的话 你是避到希特拉 你避不到希特拉下面的军官 她也是 都不好的 其实就是这样 是的 这些男孩 他就未必是大奸大恶的 但是他 其实他只要没有 积极地追求线 其实就会 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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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摆下去 变坏很容易 做壞人实在太容易 甚至乎社会都觉得 这样都 都合理的 你觉得 性格不合 她也意识不到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那个女孩也挺有趣的 就是她觉得一个月 就是她的线 究竟是怎么画的呢 就是她画一个月 两个月 那为什么不是三个月呢 三个月的男孩 不是更加爱你吗 四个月 五个月 一年 她超爱你 完全是试真身 这叫什么 练金 可以练静人心 如果她真的愿意等到结婚 那这个真的嫁得过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退后一点 我觉得她在想其他事情 其实有 还有一个文化 就是觉得 男孩很想要 你不准就不爱她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 我们也有几集都说过 这些问题 是 握一握一握 这个现象就是 可以让大家看到 其实自愿都是不足够的 自愿也不是我们想象中 一出生就懂得解这个字 有很多 就像Coco 刚才也有说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你今天同意 明天不同意 那怎么办呢 明天同意 后天又不同意 那怎么办呢 那需要不需要写个合作 一生一世 所以 而且我见证人 要是你自己的老板 那才可信 还要父母也要祝福 哈哈 见了家长 好 真是笑死 好 那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跟大家分享 其他一些性趣味 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一集 有什么看法 或者你不同意也可以的 就是骂我们也可以的 我只是帮男孩 不是 不是 不帮男孩 所以你就可以跟PM我们 在YouTube下面留言 好 那我们今天集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